今天要来分享 当你的羽绒外套口袋破洞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缝补它 我今天要用手缝的方式去缝补这个破洞 使用的针法是长针缝 长针缝在生活上还蛮常会用到的 可以用来缝补衣服啊 或者是那个 衣服的车线断掉 也可以用长针缝 好 那我现在要把破洞上面的那个缝份呢 给它折好对齐 然后用夹子把它固定起来 好了之后呢 我准备拿我的针要来准备来缝了 那你手缝的话 尽量它的针缺 就是比较小会比较好 你缝的越小针呢 它就会越牢固 只不过你要花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多这样 好 那我先起一个针 好 把布抓好 左边起一针 右边缝一针 好 好了之后呢 左边再一针 右边再一针 长针缝的缝法就是这样 就是你左边一针 右边一针 然后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把红合起来 那我今天试换的这一件呢 外套它的布要比较薄 所以你在缝的时候 拉线的时候不要拉太紧 因为你如果拉的太紧的话 会很容易把 把你的布拉破这样子 把你的布拉破这样子 放在这里 把红合起来 或是为什么要留下 那么快点 就像这样子 我来讲到 把红合起来 红合起来 我们一起做一些 比较大量的 这个 我们一起去做一些 这个 我们一起做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